美国总统工资说高也不算太高 2001年国会将总统的工资涨到40万美元比原来翻了一倍 但是就实际购买率来说 总统的工资200多年来不仅没有升 还有所下降 当年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时 国会定下的工资是25000美元 换算成今天的数字相当于50多万 如果总统的开支都需要自己支付 恐怕这点钱还不够两天花 幸好总统职务是附带着大量补贴的 首先当然是住房不花钱 每个总统入住还可以从国会支取大约10万美元的经费去装修 总统有自己的座机空军一号 有防弹轿车和军用直升机可以支配 每年纳税人另外允许总统有5万美元的零花钱 10万美元的旅行费用 以及19000美元的娱乐费 总统自己要掏腰包的包括自己与家人的食品 洗衣等服务费 食品是从特工检查过的市场上采购的 有白宫内的名厨主理 但是这笔账总统必须付 白宫的人们回忆说 每个总统夫人特别是原本经济不宽宜的那些 比如卡特夫人罗斯林和里根的夫人南希 看到第一个月的食品账单之高 气得火冒三丈 以其花费之高 总统们在任上一般是存不下几个钱的 在1958年国会通过有关总统退休金的法案之前 下台的总统们如果家里没有财产 就有面临饥饿的危险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北军统帅 在1869年之后担任两届总统的尤里希斯·格兰特 他来自俄亥俄州一个皮匠的家庭 后来自己也当过皮匠和农民 从总统任上退休之后 他将自己存的几个钱交给儿子管 而小格兰特与一个纽约人搭档投资银行业 结果被合伙人将所有钱骗走 格兰特总统不仅失去了财产 还欠下15万美元的巨款 为了还债 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留下的一些珍贵的纪念品 抵押给了债主 晚年的格兰特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 他在军队的服务本来给他留下了一笔退休金 但在竞选总统时 这笔钱按照法律被取消了 看到这种状况 国会恢复了他的军人退休金 同时他受邀为一家杂志开始写回忆录 结果军人出身的格兰特 在晚年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 他的战争回忆录 在他死后畅销不衰 他的遗孀一次就获得了45万美元的版税 不至于晚年凄两 杜鲁门就没有格兰特那么幸运 这位农民出身的总统 在从政之前 无论做什么事也都不成功 党农民地重不好 开男子服装店弄得几乎破产 以至于结婚之后买不起房子 一直住在妻子的娘家 成天受丈母娘的气 在白宫待了七年半之后 他回到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 重新住太太的房子 仍然两袖清风 不久后 他接到邀请去费城 给退伍军官演讲 为了不动用公家交通工具 他们两口子自己一路开车 还顺路拐到华盛顿和纽约停了一下 结果路上还因为交通违规 被警察劫了下来 性格倔强 有密苏里罗子外号的这位前总统 在离开的时候 给白宫的所有服务人员 都安排好了联邦政府退休金 自己却拒绝了所有来自私营企业的邀请 每个月就靠自己当年 在军队留下的 112元56美分的退休金生活 为了生计 杜鲁门仿照格兰特的榜样 与出版商签订了回忆录的合约 他获得了一次性的版税 67万美元 按照当时的法律 这里面三分之二要交税 另外他还要付给携手和研究助手工资 最后他自己只得到三万七千美元 这位前总统虽然不至于挨饿 但却绝对不赋予 国会里很多人觉得这样对待前总统实在不应该 特别是要考虑国会议员都有退休金 1958年 国会通过了前总统法案 为每位前总统 每年提供两万五千美元退休金 同时他们还可以享有医保 安保等福利 当时另外一位在世的总统胡佛 虽然家境富裕 但也领了这笔钱 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朋友杜鲁门感到难堪 退休金保证了前总统的生活 但却不见得能保证他们投资成功 最近几十年的美国总统 在开始竞选的时候 就会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一个委员会管理 自己完全不介入任何投资决定 直到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委员会才将财产交还 卡特总统有个花生农场 在卸任之后 他回到家乡乔治亚州 发现他任命的委员会 将财产管理得乱七八糟 导致他欠下了超过百万美元的债务 卡特后来只好用自己的收入填上了这个窟窿 没有被逼到破产的地步 最近这些年来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 美国前总统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 经常在外面演讲的克林顿 每场演讲费都是六位数 还不用说各式各样的咨询服务了 于是国会中就经常有人提出 如果当过总统之后收入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纳税人给他们补助 也许国会哪天会提出另外一个法案 修正今天的做法 会训练